有一個支持者 他說他在競選總部怎麼看到這個收政治獻金人是木可人 其實這句話是錯的 事實的真相是他們根本就同一組人 所以他們有時候跑來這邊賣小物的時候他叫木可公司人 等到跑到那邊去收政治獻金的時候他變成財務部的工作人員 第一點我們要很誠實的講 台民眾黨終究在現這一段還是一個小黨 我們真的是一人身兼素質 所以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財務長李文莊他自己的妹妹是木可的董事長 可是他同時也是兼任財務部的會計 所以我曾經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個支持者 他說他在競選總部怎麼看到這個收政治獻金人是木可人 其實這句話是錯的 事實的真相是他們根本就同一組人 所以他們有時候跑來這邊賣小物的時候他叫木可公司人 等到跑到那邊去收政治獻金的時候他變成財務部的工作人員 所以 這也的確是因為這樣才讓整個內部沒有一種介面還有一個審查機制 這是我們犯的錯誤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檢討的時候 如果重來一遍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應該要有財務監督委員會 再撥款 所以當時為了快速你知道 就讓這個 財務部財務長只要他簽合了錢就給下去 但是這樣啦 我也想過 如果重來一遍你知道 我們財務監督委員會應該還是要設立 我們沒有得到這句話 估計劃 整個地方 每一個奇蹤 我們去看 這是一些新造物